來 我想到前我想問你們兩個問題 你聽不懂台語的舉手可以嗎 只有一位 兩位 三位 你們都是高砂族的嗎 日本人喔 那你們聽得懂我現在講的這個華語 北京話 聽不懂北京話的聽不懂華語的舉手 都懂喔 那我們就講現在這個話好不好 再來我想問一下 你每個禮拜至少有一次 上台灣民政五網站去看的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只有三個人 四個 那其他人是每天至少一次就對了 要上官網不知道嗎 你可以把它設定成那個首頁嘛 一上網它就直接跳出來這樣就很方便 這個懂不懂 最好是直接把它設成首頁啦 你就不用特別去找 對啦 對對 我們這個也 對啦 這裡有那個 對對對 可以嗎 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啦 各位長輩 各位同心 大家好 我們的課程快結束啦 這一節課只有一個小時 下一節課就秘書長的課 然後就可以回家了 來 這是我的題目 認清事實才能創造未來 等我把這堂課講完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要訂這個題目 這是我的名字 陽明道 你們在這邊上課 上了三天了啦 前面的講師每個人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一節課我會講得比較簡單 把重要的東西讓你們再複習一下 然後把我加入台灣民政務到現在 發生了一些事情 故事講給你們聽 我希望讓你們真的有信心啦 因為我知道你這三天聽完以後 有的人聽一聽回去就不管了 有的人聽一聽覺得 都是你們在講的 有不曉得是真的還假的 我相信有很多人是這樣子 還有人可能 因為那個親戚朋友 一直來找一直來找 不好意思啦 上上課 這樣就很可惜啦 所以我把我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跟你們講 希望你們對台灣民政務有信心 來 我們來看 我為什麼會加入台灣民政務 2011年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民政務開始上課 然後我爸爸在這邊上課上回去 跟我講說 你要去上課喔 你要去上課喔 這很奇怪 他上課到底學到什麼東西 他講不清楚啦 他只說你要去上課喔 那些人很厲害喔 就這樣子 我在想說 那一次 其實 我爸爸來上課那時候 我記得我剛好有事情 我就 我也不曉得我爸爸有過來喔 我就走了 我就去做了事 就是出門去了 後來我聽我的爸爸講說 其實我有興趣啦 為什麼有興趣你知道嗎 台灣從二四大戰戰敗以後 二四大戰戰敗以後 到這個時候 2011年 六十幾年了 六十幾年了 快七十年了 以前那個說法民國政府 李登輝總統阿扁 他們一直說 我們要交聯合國 對不對 然後在那邊喊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裔的國家 那些搞台獨就說 我們要台獨 我們要台獨 可是很奇怪耶 李登輝當總統 阿扁也當總統了 二十幾年了 台灣為什麼沒有辦法交聯合國 他都跟我們講什麼原因 你們記得嗎 他都說為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交聯合國 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那都是阿公那些 是不是這樣子 都這樣跟我們講嘛 對不對 台獨的那些人說 我們要台獨 奇怪了 你們要台獨 搞了六七十年 怎麼沒有辦法台獨 台灣就這樣 沒有辦法一直在那邊打轉嗎 突然奇怪 什麼有多一個 什麼台灣民政府出來 其實我也很有興趣 我想要來聽聽看 六七十年了 總共出一條路來 現在有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我想要聽聽看他還說什麼 可是他寫的是政府耶 他不是講政黨耶 他不是說我是民進黨 我是台聯黨 不是耶 這是政府 怎麼會多一個政府出來啊 我印象很深刻啦 我那時候念高中 高一還高二吧 我爸爸加入民進黨 還沒 民進黨還沒成立之前 在黨外 我爸爸就加入 他很熱衷 民進黨一組黨 他馬上加入 加入以後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的那些警察 常常跑來我家 我每天要上課的人 我就看到 中華民國那個警察 來我家兩次 然後說什麼 我們就是善良的老百姓 我們就不要管那麼多 我們把自己生活搞好就好了 現在跑來一個 團民政府耶 比政黨還更怎樣 你看起來更恐怖 好像要把整個 中華民國把它怎樣 把他換掉對不對 我爸爸去 因為我自己親眼看到這樣子 所以我會害怕 我爸爸在這邊 上完初級班回去以後 他的名字就跳出來 在我們民政府的網站上出現 我就笑他 為什麼我笑他你知道嗎 因為我看到2008年 馬英九選上總統以後 他所有的作為就是要跟對面 中國統一 我想說我們的總統都已經這樣子了 我們小老百姓能幹什麼 台灣最有權力的人都要跟對岸統一了 我們小老百姓能幹什麼 那個時候想我就是慘了 遲早要被統一了 我爸爸的名字跳上去 我又笑我爸爸說 你慘了 以後如果統一 那個阿公啊進來 第一個要抓的 就是你們這些上面有名字的人 我真的這樣笑我爸爸 可是我來想想不行啦 為什麼 台灣六十幾年來 因為我最近這幾年都在國外跑 在國外跑的時候 反過頭來想到我們台灣人 想到我們台灣的地位 就不行耶 我們台灣人在國際上的地位 真的不平等 六十幾年了 每次要加入什麼國際組織 都被人家阻擋 都被人家阻擋 台灣人真的這麼爛嗎 我們是對這個世界有危害嗎 我們是恐怖分子嗎 不然為什麼都被人阻擋 我就想想不行啦 也許這是一條路 好我雖然會怕 我真的會怕我沒有騙你 可是我會想要了解 是不是真的有一條路可以走出來 所以我爸爸跟我講啊 我就找時間 到了五月份的時候 到了五月份的時候 我就來上課 我真的怕惹上麻煩耶 我看到我爸爸加入民進黨 警察就來了 現在是一個政府耶 這個意思就是要怎樣 就是要把諸法民國趕走嘛 要不然就是要把它消滅嘛 好 結果呢上了三天了啦 你們來這邊上完也快 對三天嘛快結束了啦 對不對 我問你們 你們在這邊上課上了三天 你有什麼心得 蛤 你們怎麼想的 我跟你說啦 我上課上課三天以後 我只有一個想法 三個字 你們也都常常會碰到 以後如果你去跟人家講 常常碰到這三個字 還不可能啊 真的我那時候真的這樣想 還不可能啊 就算你講的是真的 也不可能了啦 為什麼 政權就在人家國民黨的手上啊 馬英卓都要統一了啊 就是我講的嘛 我們是小老百姓能幹什麼 就算你講的是真的 還不可能啊 我就回去了 然後呢 我們不是說來這邊上課完 我就有工作給你 也就發薪水給你嘛 沒有嘛對不對 回去也是要努力工作賺錢啊 要夠八道啊 對不對 回去還是一樣努力工作啊 結果呢 過了大概 我就不理他了啊 我真的不理他 結果呢 過了大概一年啊 我老爸很厲害啊 他不會用網路 不會用電腦 他那個手機還不太會打 他很厲害啊 那第一級高級班第一級啊 他又跑來上課 他都走地了啦 他很厲害啊 上完課以後回去又跟我說 欸你要去上課 你要去上課 又跟他說這樣啦 奇怪你 上什麼你都講不清楚 要幹嘛上課 就是要上什麼 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 初級班我上過了啦 如果高級班上課的內容一樣 我幹嘛來 對不對 我幹嘛多花那個錢 但是我知道那個時候啊 我們的上課 都已經有錄影放在網路上 我就是給他看 高級班上什麼東西 我看一看我覺得 欸 滿有趣的耶 有新的東西可以學 可是喔 我上去的時候也看到網路上 很多人在罵我們台灣民政府耶 罵得很難聽啊 而且你看了真的會害怕 欸 這個台灣民政府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啊 我問你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們怎麼辦 台民政府這邊說 我是真的啊 美國在外面給我支持啊 其他在那邊罵他人 詐騙集團 不只是詐騙集團 這樣而已 也罵得很難聽啊 你如果自己害了 你有危險 如果你是我 你怎麼辦 我問你你們怎麼辦 我真的會害怕 可是我後來想想 不對 我一定要自己來了解 好好上課 真的深入了解 我才有辦法判斷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今天還是這樣跟你講啊 我們很歡迎你們進來 台灣民政府 你一定會聽到 外面很多人在攻擊 甚至你進來到裡面 也會聽到一些負面的話 那你就是要下去 去判斷喔 你要深入了解 你去判斷 哪一邊講的是正確的 我就是這樣想啊 不管了 來上課 我很幸運 還好 我有來上課 因為我在這邊看到一些事情 那時候我才相信說 啊 台灣民政府 真的後面有美國在支持 等一下我會跟你們講 我看到什麼事 好 結果呢 我上完 三月份 我上完了 上完了 我在這邊看到一件事啊 回去趕快打電話 然後跟我那個姊姊 跟我哥哥 把他們叫回來 我就跟我姊姊講說 快點快點快點 快回來啊 那個中華民國就要不去 中華民國快不見了 我姊姊聽我那個話 嚇一跳 我講話那個很緊張 喔 你看到什麼 發生什麼事 我先回來回來再講 把他們叫回來以後 把我在這邊看到的東西 跟他們講 然後跟他講清楚 我在這邊學到什麼 那個時候就跟他們講了 台灣不可能獨立了 不要再想要獨立了 中華民國快完蛋了 這樣子 那我哥哥其實啊 我們早期 我們不知道這條路的時候 我們本土台灣人 有台灣意識的 都會希望說 台灣最後要變一個國家 可是來這邊上完課 你就知道不可能了 不要再去想說我會獨立 不可能的事 好 我吃完以後呢 我哥哥就來上課了 他比我更熱衷啦 更用心啦 他就來上課 上完初級班 馬上接著上高級班 前幾年我都在YD工作 我是台中州的 那我哥哥留在家裡面嘛 所以台中州的事務 他又參與得很深 他比我更認真 我姐姐他跟我姐夫 他們是長期在中國做生意 他沒有顧慮 那我可以諒解 沒有關係 但是我會把我在這邊 聽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跟他們講 這是我加入台灣民政務的過程 我們那個時候早期進來 三年前來的時候 從來沒有聽過 欸 這什麼東西啊 只知道民進黨 那我先去台灣民政務 他真的會害怕 因為我們從小長大經驗 真的會害怕 可是我來上完高級班以後 我就不害怕了 回去就開始講 我就開始講 好 你們在這邊上課 上了三天了啦 快結束了啦 我還是要問你們 你們自己的判斷呢 如果你有辦法判斷說這個是真的 你真心相信他 你出去沒有辦法跟人講 回去你也不會講 你認為台灣民政務是真的嗎 啊 證據呢 你不能說我認為真的就是真的 我認為假的還是假的 不行 證據呢 拿出來啊 啊 真的有美國在後面支持嗎 那最後 最後 最後這個最重要啦 其實上面這些如果都是真的的話 照理說啊 對的事情 你就應該要去做 不是管他說到底會不會成功 但是大部分人他怎樣 如果會成功才做嘛 不會成功幹嘛做呢 浪費時間浪費力氣對不對 所以這一句變成最重要的 你認為會成功嗎 你們自己的答案呢 你不要來這裡聽人講 講講對人走耶 不行喔 很危險 你們自己覺得呢 我加入到現在三年半了啦 我認為是真的 當然這些證據是間接的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什麼才是直接的證據 三年多來我都沒有見到任何騷擾 我爸爸 自己民進黨 更差就在來 我們加入臺灣民政府 三年半了 沒有任何一個中華民國的警察 任何一個官員 打電話來我家 或是到我就要來囉哩囉嗦 都沒有 真的沒有 我就覺得喔 這個太神奇了 真的這麼厲害 加入民進黨只是一個政黨而已 我現在加入的是政府 我把你翻掉 我要把你推翻掉耶 我對你來講是最大的威脅 你怎麼都對我都不敢怎麼樣 這個背後一定有什麼力量在 背後一定有什麼力量在 再來啦 我們從來沒有被要求要捐款 我們來這邊上課交了錢 買了那些書 買那個旗子什麼的 那個他都跟你講清楚了 你繳多少錢 你要買的話那一份多少錢 一本書多少錢 一個旗桿多少錢 跟你講清楚 是買喔 不是你捐錢我送你 不是這樣子耶 我們從來沒有被要求說 你要捐錢啦 從來沒有耶 如果他沒有要我捐錢 他詐騙我什麼東西 不是騙財就是騙色嘛 這兩行而已 沒有騙財難道騙色嗎 會這樣 你想看看會這樣 再來身份證 我問一下 你還沒有身份證的舉手 我們這個比台灣民政務 身份證還沒有舉手 是還沒下來對不對 還沒下來 還沒申請的有沒有 還沒申請的舉手一下 那就是真的要趕快去啦 不然來不及喔 很快耶 現在越來越快我沒騙你 我跟你講不只一個月啦 我自己等這一張 我們早期的等這一張 等半年以上耶 現在可能比較快一點 如果你運氣好 可能這個月申請 下個月拿得到 但是大部分人都要等三個月耶 我那些幫忙申請的 他們都等大概三個月耶 要趕快申請啦 趕快申請 蛤 什麼 對 跟健保卡 跟健保卡一樣大張啦 好 然後 我們申請身份證 是不是交很多資料啊 你阿公阿嬤 外公阿嬤 好 幾個月啊 好 什麼資料都高高出去 欸 台灣現在詐騙集團很多耶 你怎麼都不害怕 你們怎麼都不害怕 我跟你說 我交那麼多東西出去 三年了 從來沒有突然收到帳單說 欸 陽明道 你借我們很多錢耶 你貸款很多錢 沒有 從來沒有 那表示怎樣 放棄 目前為止也沒有人放棄啦 你真的放棄 看這邊怎麼處理 我不知道 其實一般來說 照理說 現在在這一張 身份證 掉在台灣沒有人會要啦 因為外面 知道人其實不多啦 看到人也很少 那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台灣 他會認為在台灣不能用啦 除非 除非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同心 他看到了他才知道 這個重要 如果是外面的人看著 他以為這個是玩具什麼 他不會理你 好 然後 我們那些資料啊 從來沒有被人家去盜用 或是怎麼樣 他把你保守得很安全啦 我認為他做法很正派 對不對 把你保守得很保管很安全 他很正派啊 再來 還有我們身份證 越來越多的同心證明說 真的可以用 你們最近有沒有上我們官網去看啊 這一張身份證 只要是在美國境內 都可以用 因為美國有機器可以讀卡 他把他插進去 一讀晶片就知道了 這個是美國自己做的 而且裡面資料 因為他插進去以後 資料跳出來 他核對你上面這個對不對 所以沒有辦法偽造啦 他一插就知道 喔正確的 這是美國自己做的 他可以用 真的可以用 他不是騙人的 有人說啊這個 哪裡可以用 真的可以用嗎 在台灣現在沒有辦法證明 在美國 在日本 越來越多的同心 他們發現 確實可以用 好 報紙廣告 我們最近比較少看報紙了 4月28號以後 我發現比較少了 但是那之前大概刊登 兩年多 至少兩年三年了 上課之後大概半年開始吧 看廣告 就算他只看兩年好不好 我們每次登廣告 登多大 你知道嗎 有沒有注意過 半版耶 過年的時候還在什麼 那個聯合報 中國時報的頭版 登半版的廣告 他登的廣告 登了兩年多了 如果他真的是違法的 詐騙集團 早就怎樣 早就抓了 這邊什麼都沒有 我們找起來 是不是在前面那一棟五樓 現在隔壁又蓋了教室 這個又蓋了 這個是第二個 隔壁的教室第三個 如果他真的是違法了 怎麼會有越來越多的教室 越來越多人來上課 帶來各州的辦公室 這個你們這幾天不小有沒有看到 有些辦公室他剛好就在那個 警察局的對面 在警察局的對面 警察在幫我們戰略兵 警察都不知道我們台灣民政府 他知道啊 他知道為什麼他都不敢對我們怎麼樣 有沒有想過 表示我們是合法的耶 而且我們後面有很大的勢力 我們後面的勢力很大 比中華民國還大 所以他才不敢動我們 等一下有給你們看照片 應該有看過吧 宜蘭州的 再來 我們在美國註冊一些文件 等一下給你看 美國就好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美國那邊堆我們的資料 我們不是亂搞的 我們是真的合法 照美國意思去做的 沒有聯邦法院的判決 後面賣的那邊那麼多書 有一本最大本 台灣最終地位3 全部都是英文 把我們跟美國政 那個 跟控告美國跟那個法院來往那些 所有的文件 全部都把它抓出來都在裡面 一本很大本 全部都是英文 我是教英文的人 我一看就說 這個英文太高級了 很多我都看不懂 這表示什麼 如果我們這是騙人家的 詐騙集團沒有辦法編出那一本那麼好 表示這個過程真的是有經過的 真的是有去告美國政府 來往中間一些機密文件 什麼東西的這樣 如果沒有真的這個過程 怎麼辦法寫出那一本那麼好 最大本的最大本的一本 如果有新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把它買來看 那個東西沒有一個詐騙集團 那麼厲害的編一本那麼大本 我們名字我比較好是 他有把它一些部分翻成中文 如果你覺得那一本大本的英語太多了 太麻煩沒有新看的話 你可以看我們上面一些中文翻譯 來 我跟你說 我在民政五高級班看到什麼 我們這邊上課都是三天對不對 高級班的時候星期五來上課 星期六早上要吃飯了 我起來去要吃飯 結果呢 我突然看到秘書長還有上面一些高層的 他們說 趕緊趕緊趕緊來拍照 奇怪了 那個時候他們都已經拿到身分證了 他們是要照大頭照 不是要照團體照 我想說奇怪 你們要的資料 要申請的東西都有了 為什麼要照大頭照呢 我也不管他啦 反正我是裡面小角色嘛 我是在上課而已 算了 算了 不管了 我就去上課了 結果我一上課 秘書長就說 美國那邊 叫我們這些高層的 先申請旅行證件 我想我私底下看到了 跟你在檯面上講的 好像有道理可以串得起來 如果我只是在上課 聽秘書長這樣講 我可能會認為他在演戲 不然是他在騙我 可是我私底下看到了 他們不知道我在旁邊 他們也沒有必要去騙我 私底下沒有必要去騙人 我私底下看到 跟他在檯面上講 奇怪 真的可以串得起來 有道理 那個時候我才真的相信 後面有美國在支持 如果檯明政後面沒有美國在支持 我也不要玩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美國在支持 只憑什麼中華民國要把政權給我們 不可能的事啊 一定是後面有美國在支持 我們才有可能成功 走下去才有意義啊 我那時候才真的相信 真的後面有美國在支持 而且檯明政後是真的 趕快回去跟我哥哥跟我姐姐講 從那時候開始我才真的相信 你沒辦法看到政權我是不會相信的 我相信 介紹你們來的親戚朋友 他們沒有人騙你 他們也都是相信說 唐賓政府交的東西有道理 而且是真的 他們才會找你們來 但是我再講一遍 不能傻傻只是跟人走 為什麼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之前有一群我們裡面的人 就是傻傻跟人走 後來人家叛變了 他們也跟著叛變 就很慘 好 這是我看到的證據 但是這些都是間接的啊 你有看到有美國人在這邊給我們上課嗎 沒有啊 你有看到秘書長在跟美國人聯絡嗎 沒有啊 我們看到都是間接的 我是從間接的部分來判斷 我認為它是真的 來我們先看這些 這個有看過嗎 這幾天 再來啊 我來講 我那時候來上課啊 我爸爸跟我說 啊明正我就在那個 大坑國小那附近啊 大坑國小到這邊還有一段路耶 一兩公里耶 我爸爸講不清楚啊 我就計程車搭擾到大坑國小 去到那邊 慘了 再來要怎麼走我不知道 我一看對面派出所啊 就是派出所啊 我就走進去 那個派出所那個 值班的那個員警好厲害喔 我一看到 我說啊 你要來查明正我上課了喔 哇你怎麼這麼厲害 我還沒講話你就知道 他說啊啊啊啊 這怎麼走怎麼走這樣 那時候派出所就知道了啊 三年半以前就知道我們 如果我們是違法了 早就被關了 這邊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這些地方 你要有信心啦 真的要有信心 好 那這次應該去上網去看 後面有印給你們對不對 這是我要給你們看 這確實是有的 字比較小啦 你們應該上網看 或是看那個發給你們的 表示我們沒有亂搞 真的沒有亂搞喔 好 剛才講的是見記的證據啦 最有利的證據應該是這一些 美軍一直在佔領台灣 但是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美軍 你們上了三天的課了 為什麼沒有看到美軍 因為他叫中華民國來幫他管理啊 來幫他佔領啊 所以我們看到是中華民國的軍隊啊 然後美軍在六月份的時候又進來一些人 但是他們躲起來啊 都不給你看 所以我們都沒有看到 最好情況是怎樣 我們真的看到美軍真的自己來佔領了 路上看得到美國軍隊 大家都說奇怪怎麼美國人又進來了 如果這個情況很明顯的在台灣出現的時候 台灣人就覺得不一樣啦 這個時候就證明我們所講的是正確的 日暑美戰嘛 先證明是美戰 再來 台灣民政府接掌政權快了 秘書長前一兩個月跟我們說 大概在估計大概在八個月 我自己猜啦 這是我自己猜的 快的話我們是這樣講 快的話大概是明年底 慢的話明年一定可以 如果我們真的接到政權了 中華民國那些人會很奇怪 怎麼這些人突然把政權都拿走了 表示我們怎麼樣 他們這種時候講的都是正確的 都是真的嘛 我們去告美國嘛 對不對 這個是直接的證據 再來 這些如果都出現了 最後呢 這塊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 不能講日本的喔 日本跟日本天皇不一樣啊 這三天有沒有跟你們講 不一樣喔 這一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你給人家佔領 佔領那麼多年了 之前是放棄沒有錯 二次大戰的時候他放棄 但是他可以收回啊 所有權嘛 土地的所有權嘛 他是放棄他的管轄權對不對 管理權 那是誰 所有權還是他的啊 你有沒有說我這一塊土地 要割給哪一個國家都沒有割過去 那土地還是他的嘛 那土地本來是我的 那現在給你收去對不對 尷尬你管理 那雜伴你要現貨 對不對 所以怎樣 最後還是要還給日本天皇 那這一些如果都出現了 那再來就是什麼 中國人應該要感謝台灣民政府啦 如果沒有台灣民政府出來 中國要統一不想要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中國人應該高興啊 他們要統一了 中華民國離開台灣 回中國去 中國就統一了嘛 對不對 那這些是最有利的直接的證據 這些還沒出現 但是很快就會出現 最新應該要開始是這一個跟這一個 我們大家懂得看啊 我們在外面跟人講 人家都說我們打個派去 跟我們講三個字 哪三個字 不可憐 是嗎 我們來看 這個快要實現了 這個實現 就是真的最有利的直接的證據 日暑美戰 好 來 台灣要還給日本天皇 那中國人不會起來跳腳嗎 對不對 中華民國不會起來跳腳嗎 大家都說 以前中國都說什麼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中華民國說早就還給他了 哪有啊 什麼時候還還給他啊 我們這時候我們就要看法律啊 看法令嘛 國際法 戰爭法嘛 台灣什麼時候變成日本天皇的 你們這三天都上完課了嘛 什麼時候開始 馬關條約開始嘛 馬關條約開始嘛 真的是日本天皇的 只是說那個時候剛割給他是怎樣 他跟大清帝國割了嘛對不對 那時候其實只有什麼 大清帝國只有六個屯肯區的 結果他把整個台灣島都割給人家 高砂屬的土地都把他割掉了 沒有辦法 那只好怎麼辦 靠軍隊嘛 靠軍隊整個台灣島全部都拿下來 好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剛割下來這時候 還不是真正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耶 對不對 什麼時候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什麼時候 1945年什麼時候 4月1號嘛對不對 天皇照書下來了 實施明日憲法 這個時候變成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這個時候日本打敗了嗎 日本戰敗了嗎 戰敗了沒有 還沒嘛對不對 好 戰爭法規定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就是不可以分割 戰敗也不可以分割 日本真的打敗仗了啊 那是能割出去嗎 如果他真的要割出去 當初究竟三合一就講清楚了 土地割給誰就講清楚 沒有啊他只說放棄啊 我再講一遍喔 國際上面領土的轉移 一定要有明確的條約 而且要講清楚 你去跟人家買房子 這個房子變你的了 你去登記 要不要寫上你的名字 要嘛一定要講清楚 這個房子現在勾到誰的名下 啊領土這個東西這麼嚴肅 怎麼可能不寫清楚 現在是歸到哪一國那邊 他不會說只有放棄 啊放棄大家都來搶喔 是這樣嗎 對不對 不能分割 這個時候已經不能分割了 如果真的割出去 也會講清楚 割給哪一個國家 好 欸這我講的 不是我講的啦 是國際法 就是應該這樣子 國際法上面的規定就是這樣子 好 主權領土的轉移 也要有明確的條約 中華民國都跟我們講這些 怎麼樣然後已經變他的 可是很奇怪耶 這些都沒有講台灣的收受果是誰啊 快樂 宣言部產 宣言中戰 製造書 投降文書 台北日法合約 都沒有講台灣的收受果是誰 真的沒有講 你如果不相信自己回去查 我再講一遍 我們在這邊講的東西你可以不相信 你回去自己研究 如果你真的發現我們這邊講錯了 或是騙你的 你可以來 這邊告我們啊 可以來跟秘書長講 你說沒有時間耶 沒有時間研究怎麼辦 你就自己判斷啊 看我們講的到底是不是正確了 是不是有道理了 都沒有啊 都沒有什麼時候變成你中國了 什麼時候變成你中華民國了 這不是很奇怪嗎 我在台商學校啊 交了書交了三年 2004年那時候 阿扁執政快四年了快一任了 那綠色的這邊都說 阿那個中國是我們敵國有敵意 絕對不要去很危險 那個藍色那邊都說 喔中國是機會趕快去趕快去 我在想哪一邊是正確 如果是你的你怎麼辦 哪一邊假是對的 如果是你你怎麼辦 我還是那個想法 我自己去了解 我到中國去去看 我就知道哪一邊假是對的 就去中國 結果我去中國我發現我很討厭他 中國人就是這樣子啦 他要的時候 他不會跟你講法律的啦 我就是要 我就想辦法跟你搶過來 搶過來就變我的 怎樣 我發現他們的心態是這樣的 我很討厭他們 好 那個戰爭法講啦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我要講一遍 今天這個世界 這麼多的國家 如果你要維持個秩序 你一定要有一個法律出來 國際法 大家按照國際法來走 不然的話這個世界都亂了 大家拳頭大 他就是最大 這樣可以嗎 現在美國拳頭最大 全世界都變他的 是這樣嗎 不是吧 對不對 所以照國際法來 照戰爭法來 文明的現代國家會遵守國際法 美國去打伊拉克 照以前的想法 他把人家滅國了 是嗎 原來政權整個拿掉了 原來的總統也被打死了 雖然不是美國人打死的 美國有說 伊拉克這個領土我併吞了 從此以後變有美國的 有這樣嗎 沒有啊 美國是把他還給他們伊拉克人 你們自己來管理 戰爭法就是這樣規定的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你可以打贏 你可以佔領 但是你不能只把人家吃掉 可是很奇怪 這幾天你們也都知道 中華民國是來這裡佔領的 為什麼他佔了以後 就說台灣是他的 怎麼會這樣呢 有沒有想過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中華民國是流氧政府 這幾天你們也都知道了 但是你們不能說 我認為他是流氧政府 他就是流氧政府 你要講清楚 為什麼他是流氧政府 他什麼時候離開中國的 1949離開中國來到台灣 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台灣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王的 你離開自己的國土 爬人家國家去 那你當然是流氧政府 後來這塊土地 有割給你中華民國嗎 沒有啊 沒有過戶 你一直在別人的國土上面 那你當然是流氧政府 這很簡單啊 可是他都騙我們 他一直在騙我們 流氧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為什麼這樣講 我問你 達爾喇嘛他們西藏流氧政府 去到印度了對不對 他是不是流氧政府 達爾喇嘛的政府 是不是流氧政府 是嘛對不對 他離開自己的西藏 跑到人家印度 另外一個國家去到那裡 流氧政府 如果他跟印度政府說 欸 不好意思啊 這個土地變我了 我沒興趣啊 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你們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打仗 對嘛打仗嘛 印度政府說 你在說什麼 我把爸爸站著 我把他打出去 不是嗎 欸 中華民國政府來到這邊說 這裡就是我的啦 為什麼我們都相信呢 有沒有想過 欸 這個不是矛盾的嗎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會相信啊 對啊 被他騙了沒有辦法 他太厲害了 洗腦洗得很厲害 都不跟你講真正的事情 然後就跟你講錯的 然後一直灌輸一直灌輸 從小到大 你就是這樣長大了嘛 就認為理所當然就是這樣 你們來到台民政府 我真的很幸運啊 他加了你很多事實 讓你看清楚 台灣的地位 要在究竟三和平條約裡面去找 但是究竟三和平條約 沒有完全解決台灣的地位問題喔 他是把他說 就是現在這個狀態 未完全決定的問題 台灣人還沒走到最終地位啦 什麼時候會最終地位 回到大日本帝國裡面之後 才是最終地位 現在還是未定 所以說 讓台灣地位 國際地位正常化 先正常化 最後才有辦法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最終地位 好 中華民國隱瞞了真相 我們都知道了嘛 日本天皇保有所有權 美國總統未有佔領權 中國流亡政權貸管 我只寫流亡政權 但是呢 我們網站上面要寫 中國殖民流亡殖民政權貸管 為什麼是殖民政權知道嗎 為什麼多兩個字殖民 殖民地就是 你是我的殖民地 我這邊是母國 母國的地位比你殖民地高嘛 我母國這邊享有任何的權利 然後從你這邊 抽任何的資源過來 殖民地的人民 沒有享有母國的權利 我們現在這樣很像耶 本土台灣人 當人家的奴隸 養他們所謂的農民 他們的地位比我們高啊 是殖民啊 有沒有想過啊 你認清事實 你真的知道這樣子 你才有辦法繼續往前走啦 這個是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才有辦法 台灣再繼續建設下去 才有辦法繼續往前走 不然的話你想想看 我們六十幾年來 我們有走出去嗎 我們一直困在這邊 一直繞 一直繞 繞不出去 台獨的走錯了 民進黨也走錯了 所以台灣一直在這邊繞 台灣民政府如果沒有拿到政權的話 台灣民政府如果沒有拿到政權的話 台灣的地位還是會這樣子下去耶 我們六十幾年來喔 過好日子嗎 有些人他真的賺到錢啦 沒有錯啦 但是有沒有想到 我們中下階層 我們勞工階級的 農民的 我們日子好過嗎 薪水最近調一點點對不對 但是從物價比起來咧 其實薪水是往下掉的嘛 物價一直漲嘛 我們生活有好過嗎 台灣二次大戰戰敗了 日本放棄了 我們早期那些前輩很厲害耶 接下來怎麼辦 台灣要怎麼走 這也一個問題出來了啊 六十幾年來台灣也走不出去 我們前輩子在想辦法要找 他們發現問題了啊 他發現問題了啊 要去找啊 真相是什麼 要怎麼解決 我們台灣政府這邊找到真相了 我們出去跟人講 有人不接受啦 你找到真相你要不要接受 有人不願意接受啦 中華民國絕對不接受了 民進黨他們接不接受 他也不接受 他一接受就完蛋了 他就要來這邊上課 他手上現在所有的利益全部不見 如果你不願意接受 你不認清事實 後面這些什麼都沒有了啦 就繼續這樣 繼續這樣子 你們願意台灣人在國際上面 就是比人家矮一姐嗎 你覺得自己比較差嗎 以前那個陳唐山 當那個外交部長的時候 阿扁時代外交部長 你們記得嗎 那時候中華民國跟新加坡在吵架 陳唐山去笑人家說 那個什麼 比賽大的新加坡 記得嗎 對不對 新加坡有多大 有去過舉手 新加坡有多大很好 就台北市那麼大 治安很好 我要講的是 他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國家 他在聯合國裡面投票 他的那一票的效率 跟美國那一票的效率 是一樣的 我們台灣連聯合國都進不去 你又跟人家說 憑什麼大的國家 那中華民國根本就不是國家 你根本就不是國家 你要笑人家說 彼此那麼大的國家 有沒有搞錯 如果今天是新加坡 嘿嘿嘿 沒有錯我彼此大 你連國家都不是 你還敢跟他批評 你們願意台灣人的地位 是這樣子嗎 非洲很多國家要比我們落後 還是國家 台灣為什麼在 那個時候前幾個月 越南暴動 中華民國政府能幹什麼嗎 菲律賓我們英文被人打死 第一次去 我們這邊檢察官過去 要跟人家辦案 人家不理你 就不理你 第二次後來解決了 對不對 可是怎樣 我如果是菲律賓的話 我很清楚啊 我是國家 你是什麼東西 我要理你 我就對你好一點 我不理你 我叫你在旁邊罰站 你對我怎麼樣不行 對我沒有任何辦法 你願意我們台灣人的國際地位 一直是這樣嗎 我跟你說不是我們這樣子喔 如果我們不改變的話 我們的後代 你怕什麼 大家都是這樣 你願意嗎 我們發現問題我們找到真相了 我們也認清事實 再下來是這一個 其他的人有人可能到這邊就不見了 有人到這邊那不接受 不接受沒有辦法 我們要走出去 台灣不可能加入聯合國 不是國家怎麼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的會員國都是國家 台灣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中國 台灣是日本 我們母國是大日本帝國 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中國 怎麼會是合在一起的咧 我們還沒回到母國去 台灣不能獨立 美國還佔領了 結束佔領要明確的宣告 美國總統或是美國國會 宣布撤軍 好停止佔領才行 沒有明確啊 二次大戰到現在為止 美國沒有 從來沒有發 沒有講過很明確講過說 我們從台灣撤軍結束佔領 沒有 沒有就是繼續佔領 被人佔了六十幾年 明年滿七十年了咧 我們台灣的地位置都不正常 你們家如果去佔佔佔七十年 你怎麼想看看 佔到你的小孩都說了 這間家就不是我們的 明明就是你們的 不是我們的 你們住在這裡 什麼叫佩咱都壞掉了 我們的母國是大日本帝國 我連爸爸媽媽都有日本名 我小時候 我奶奶這邊的 都叫我爸爸問獎問獎 我奇怪啊什麼是問獎 我不知道 現在我知道什麼是問獎 日本話 然後回我媽媽 外婆那邊去 他們都叫我媽媽 Yoshi Ko 奇怪了身份證上面 沒有什麼Yoshi Ko 什麼是Yoshi Ko 我現在知道了 是日本的名字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我們長輩 經過日本時代了 他們都有名字 那時候他們是日本人 高砂族的同胞 其實他們 你看到老一輩的高砂族的 都講日文耶 他們跟日本人溝通沒有問題 我們的母國是大日本帝國 可是中華民國他在那邊教我們怎樣 你們要仇視日本 中華民國跟日本是敵國 兩邊是敵人沒有錯 可是他去來教我們說 你要去仇視日本 你要去恨你的爸爸媽媽 你不覺得這個是很可怕的事嗎 然後我們都認賊一座父 今天有人跟你告訴我 那是你阿公 結果叫你那個 你要對你夜夜化一點 他是你的敵人 你會怎麼想 我們要承認戰敗 今天又來跟我們騙說 哇太好了 你們回歸祖國 我們戰勝了 沒有他從來沒有把我們當他們自己中國人看 他們都照顧他們那些去過來的那些農民 那些農民健保對不對 不用錢 然後住很好的地方給他們安置 每個月要花多少錢 發多少錢給他們 我們這邊沒有 我們領到三千塊老人年金都偷笑了 他們每個月有一萬多兩萬多 如果是當兵的 將官的高官的 哇每個月幾萬 沒有阿 我們要承認戰敗啦 承認戰敗沒有錯 意思怎樣很沒有面子 直入啊 可是呢 當你站起來的時候你就很有尊嚴啦 日本 德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不是戰敗嗎 很丟臉喔 可是我們現在回過來來看 我們在國際上講到日本 講到德國我們都怎樣 我們很羨慕耶 喔這個是一流的國家 如果當初我們也是美國來佔領的 我們承認戰敗了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 經過這六七十年來 我們也可以這麼好耶 我們也可以像他們這麼好啊 一開始是恥辱的 後面是尊嚴的 可是我們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呢 我們去到國際社會上 人家欺負我們就欺負我們 然後跟人家說我是中華民國人 可是外國人看得很清楚 笑耶 你哪裡是中國人 結果一輩子都是恥辱的 有時候想到這邊真的心情很沉重 你要選哪一個 我問你你要選哪一個 這個很糟糕哈 中華民國都說 欸我們都是什麼 從中國來的 我不管啦 就算真的有人是從中國來的啦 你經過那麼多年了 你在這邊長大的 受教育的 對不對 吃飯喝水都在這邊 生活在這邊 結果呢 你要去認同那一個中國嗎 更何況你的血統根本就不是嘛 還有血統不等於國籍啦 國籍可以改變啊 很多中國人去到外國去到美國 日本看人家國家那麼好 我不要當中國人了 我要當美國人 早期台灣也是啊 很多留學生去到美國 這個國家這麼好 我不要回台灣了 我要當美國人 可以啊 只要你是按照法律合法的 可以變啊 中國一直趕快灌輸頭腦 啊 我們的血統是這樣 所以永遠都不能變 很小欸 你們中國人跑到外國去都變了 好 不管 有不想跟他們說這些 什麼什麼 一大堆啦 啊 我們人的一生 經歷許多重要選擇 包括選擇志向 職業選擇配偶 有一樣不能選擇 祖先不能選擇 沒有錯啦 他這一點是正確的啦 祖先不能選擇啦 但是他講這話什麼意思 他要當中國人啊 好 你要當中國人你去 你的選擇我尊重你 但是不要把你所有人都拉下去嘛 拖下水 而且他應該去跟美國人講 欸欸欸 你們美國人啊 你們早期都是英國的殖民地耶 你們那些開國元勳 都是從英國來的耶 對不對 你們跟英國人是什麼 同種的耶 不可以 美國不可以獨立啊 你們要跟英國統一啊 回歸英國啊 你知道如果 他跟美國人這樣講 美國人會回答他什麼嗎 你拖牌去啊 為什麼這樣說 我曾經跟一個美國人 學英語啊 十年前 我唯一中看到他的名字哈 他後面的姓是Germany Germany是德國的意思 我一猜啊 你這個一定是有德國的血統 我就歸問他說 你是德國人嗎 不是 很簡單喔 不是 就兩個字這樣子 No 可是你的姓是德國的 說我的爺爺祖先 他不確定了 說大概是爺爺那一輩 是從德國來的 但是 我是美國人 講得很明確喔 我是美國人 他從小在美國出生 長大受教育 吃喝拉撒睡都在美國 他怎麼會去認同德國呢 同樣的嘛 我沒想 你在哪邊長大的 你都在台灣生長的 在那邊受教育 你怎麼會去認同中國 很奇怪 你是幹嘛 你是從小當立下志願 要來當間諜的 還是天生背骨的 怎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中華民國的教育 把我們搞得都錯亂了 你真是很厲害 他也很會形容 好 然後呢 這個柯文哲有一次演講 就去故意批評那個吳伯雄 說祖先不能選擇沒有錯啊 可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 沒有錯啊 你要選擇繼續當中華民國人嗎 管了我們六十幾年 我們有比較好嗎 我們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呢 只有他們那高層的高階層的 那些高官後路會過得好 大部分的百姓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 你還要繼續選當中華民國人嗎 他已經完蛋了 一個王國不存在的國家 你要繼續當他的王國民 還有這一句 更重要的我們可以決定子孫的未來 你今天選錯了 你的子孫的未來就跟著錯 你想想看你要怎麼選擇 然後這邊 我其實很建議你們去看他的演講 他蠻厲害的 他故意去取笑那吳伯雄 有人講說阿克居然不是有應景的精神嗎 他怎麼會跑去中國說什麼 兩岸都是同種的對不對 他說因為他是吳伯雄啊 沒有脖子的雄啊 看到嗎 這個字比較小 他沒有脖子怎麼會有應景的精神 這是笑話啦 應該要聽他自己講 好 不要再用騙啦 學統不等於國籍 學統也不是啦 我們跟中國人的學統也不一樣 來 時間快到了 我希望你們看一下這段影片 這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問我學生的 然後把他錄下來 我們來看 我們下一代到底是哪一國人 你認為你是哪一國人 不要討論自己想 任何答案都可以 你只要認為我是什麼人 這樣就好了都沒有關係 任何答案都可以 國人嗎 台灣人嗎 還是兩個都是 還是都不是 好 來 那好了沒有 想好了 已經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來 認為你是中國人的舉手 沒有關係 你怎麼想就怎麼想 沒有關係 不要管別人 好 我放下 認為你是台灣人的舉手 喂 舉好喔 不要舉洋手啊 他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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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我們看下一個題目 如果讓你選擇 如果讓你選擇 你想要當哪一國人 不准討論喔 中國人 台灣人 還是要當美國人 還是要當美國人 還是要當日本人 是不是人 你都會怎麼看 看好嗎 你看好沒有 看好 看好了 好 來 眼睛閉起來 不准看別人 好 想要當中國人的舉手 好 想要當台灣人的舉手 好,說問一下,還要當美國人的舉手 好,說問一下,還要當日本人的舉手 好,說問一下,很好玩 老師,他有問題,他只要當狼狽的 剛才想要當中國人的,你 想要當台灣人14個 美國人7個 日本人12個 剛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有3個 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有26個 認為兩個都是的,有3個 兩個都不是的,沒有 好,就這樣 照理說這個調查應該是要整個台灣的學校去調查 但是不可能 所以我用自己的班下去調查 我看到的情況是 我們下一代還是認同台灣人 最想當台灣人 再來是日本人 剛好跟我們民政務的訴求是一樣的嘛 有些人說,你們台灣民政務上來一定會亂 是嗎 那年輕人說,我們現在變美國管了喔 我們要當日本人了喔 哇,太好了 會亂嗎 會亂是中華民國那些人會亂 是那些拿到既得利益的人會亂 但是我相信 對大部分的年輕一代人來講 他會覺得,哇,太好了 天上掉下禮物 啊,時間快到了啦 這個我就不再講了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故事 我還是講一遍啦 我們不能只顧及到自己 你要想後面子孫的前途耶 以前不知道就算了 今天你來到民政務 好不容易有個機會 新的東西交給你 你為什麼不做做看 對不對 我們很需要你們啦 你如果講不清楚沒有關係 你再把他介紹 那個介紹給那個 帶你們來的那些親戚朋友 認識比較深的 但是趕快要去找 因為我們快執政了 現在來剛剛好 我們早期加入的人 等到現在等三年了 哇,等得很累耶,你知道嗎 你們現在上完初級班、高級班 等到你課程上完 差不多半年左右 上完大概 剛好要執政了 就很快 接得很順 你現在來上課時間是最好的 最剛好的 這個我今天沒有時間講了 本來這個應該要特別講的 我要強調一遍 因為這些人當初進來 臺灣民政府 後來他們是有心故意進來的 他在搞破壞 後來他判斷出去了 他帶進來一群人 他要把他帶出去 跟他說 這邊不好跟我走 那些人就跟著走 所以我要跟你講一遍 你進來要判斷要思考 不能只會跟人走 你自己在那裡去想 好 這個沒有時間了 如果我時間夠的話 我就放你們看 他們出去以後 那些判斷出去以後 自己搞一個什麼 美國臺灣政府 那其實是這樣 所以外面很多人把他搞混了 搞不清楚我們的 其實我們其實跟他們是不一樣的 看清楚喔 我們不是美國臺灣政府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臺灣民政府 不一樣 這個沒有時間講了 這一份資料 如果你們還有的話 我就要看 如果沒有的話 上網去 我們那個官網上面有 你們來這邊上了三天 我要再問你們 你們上了三天學到什麼 來來去去都是講這個東西 三天學到什麼 臺灣真正的地位是什麼 日暑美戰 然後呢 我們的主席去到美國 公開的宣言還講到三點 美國法院的判決 應該有五點 但是他這裡面只講到三點 第一個 臺灣人沒有國籍 沒有國籍承認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電域當中 就講這樣 來來去去都是講這樣 好啦 本來應該還有更好的東西 時間到了啦 今天就到這邊 結束 謝謝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我們下課就很幸福 兩下課 我們下課的 我們下課的 這種意義 我們下課的